大家好,我是忠旅道人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功法是道家的走步回春功 有些粉丝朋友问我 往球走,走尖疼痛,有没有好的康复的办法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三个方案 第一个叫抓拳,拧走功 好,大家看我做 吸气,抓拳,到腰间 呼气,往下 拳头使劲往外拧 好,走尖往外翻 吸气,使劲往后拉 呼气,走尖外翻 好,我们来看一下侧面 吸气,呼气,走尖外翻 走传统使劲从里往外拧 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叫推掌 我们把我们的肘肩放在我们的劳工学上 手,鼓子张开,掌心内涵 然后往外旋转我们的大拇指 然后往外推,推平 好,然后再旋转我们的小支 然后旋大支往外推 然后旋小支回来 感觉我们的肘肩在我们的手心里面旋转 好,我们再看一下侧面的动作 大拇指旋转,往外推 小拇指旋转,往里收 大拇指旋转,往外推 小拇指旋转,往里收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我们把掌根压住我们的腹骨钩的正上方 然后大支横着四支往外 然后呢,把我们的肘往里裹 然后吸气往里扳 呼气放手 吸气往里扳 好,呼气放手 吸气往里扳 呼气放手 好,再看这个手 好,也是一样的 然后吸气往里扳 好,呼气放手 吸气往里扳 好,呼气放手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 好,然后你看大拇指手支的方向 来,吸气往里扳 呼气放手 吸气往里扳 呼气放手 这个走步回程弓 因为它连到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肩 所以练走的同时呢 也能够练到我们的肩和我们的手 当我们的手腕痛或者我们的肩膀痛 练习久路回程弓 也可以有很好的康复 帮助脚肉